通過畫面可以看到民眾出示了兩張罰單 看起來一模一樣 不過仔細看 右下方的日期分別著名了二號和三號 明明只去過一天卻一口氣收到兩張罰單 讓這位外送員相當無奈 一模一樣的照片 但是日期卻不一樣 然後拍的時間都是一樣的 那因為本身也會一些PS的東西 所以就看了一下 下面的磁磚這邊紋路 其實是有被調整過的 二號完間他將車子停在新北某商場 北側出口 因為唯一停遭警方開單並簽收 不到之後竟陸續收到兩張 只有時間不同的罰單 讓他質疑警方是不是缺業績 才刻意修圖多罰一筆 而警方也趕緊出面回應 但乃聽斷說法 本案因性性同仁操作系統不慎 導致重複輸入及自單 造成民眾混擾 本分局深感抱歉 窒息本案後已主動撤單 警方表示因為遠景不熟悉系統操作 沒有輸入正確的日期 導致罰單顯示錯誤時間 事後他們發現後又將正確的記錄 重新輸入系統才會出現兩張 警方強調會撤銷錯誤的罰單 針對疏忽也會加強訓練 讓這起烏龍盡快告一段落